欢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美国的经济数据 现在到底要怎么解读呢 好 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 非常的好 这院市场很健康 却让鸽派信心又开始销轰了 那美股跟台股呢 今天台股回跌 那上周五呢 美股先回党 找机会有办法再出发吗 另外呢 美国的退休基金 减持护国神山 今天台积电回测无日线咯 但是开红盘的大缺口 依然守得稳稳的 代表说 电子股的行情没有走完吗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 肖又铭 老乡好 明君 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政委群委群老师好 明君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分析政委邓老师好 明君 同学们 大家好安 上个礼拜联准会主席鲍尔 他已经定调了 升息是到顶了 未来会慢慢的缓步 朝向降息之路来迈进 但时间点还不一定 不过上个礼拜五 美国公布一个就业数据 好到非常的 让市场惊喜 所以没想到 投资市场的资金又开始趴了 因为数据太好了 美股跟台股一起回党 可以解读说 只是因为上个礼拜 美股跟台股涨太多的整理吗 所以同学们找机会 还是可以造不错的股票再出发吗 因为台湾企业真的是有够赞 我们看到2317的红海 圆月营收居然出现月增 圆月的工作天数非常少 怎么那么厉害呢 那红海的合作伙伴玉蓉 已经创新高了 所以该轮到红海接棒了吗 请问老萧老师的最新解读 再关注IC设计龙头 联发科法说会说了真话 他们大幅调降 今年的获利数字 但是股价今天还算抗跌 其实早就脱离谷底了吗 不过同样是IC设计 有创意上个礼拜才刚创高 礼拜五的法说会他们说 今年的营收 我要再成长两成非常不错 可没想到今天股价却是大跌 创高之后的拉回 是利多出尽了吗 请问维群老师 IC设计的最新操作新法 美国的第三大退休基金 他们公布了数据 第四季减持神山 台积电回测五日线 只是短线上的整理而已吗 另外邓老师上周教大家好多 突破警线的操作法 有办法等距离的享受涨幅吗 一档一档还跟着这样的剧本来走 那口袋名单又新增了 还有谁呢 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 折定五期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学会 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是因为就业数据太好而回跌 台股今天也有点压力 大盘间一开盘就大跌超过了百点 中场收最低收在15392点 是跌点有209点 成交量还好是缩的2022亿元 那今天包含了这个大型全资股都跌 台肌店联发科联电全数的回档 那这个新兴ABF带版三雄 在外资调价目标价之后 今天股价也比较弱势 倒是2317的鸿海 周末公布圆月营收居然 圆月出现了月增 工作天数这么少还出现月增 代表说第一季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坏吗 那生计股今天也开始起风了 美师公道的涨停板 我想问一下老蕭老师 你上个礼拜讲 在包尔定调之后 现在是经济数据好 股市要正向成长才是安全的 一个走向 可是上周五公布的数据这么好 美股却跌 是说这冠近有改变回来了吗 还是只是上个礼拜涨太多 今天休息一下没关系 不是 其实最主要我们的看 上周所公布的数据里面 第一个真的强到一个不行 各位不要忘了 美国的人口将近4亿人 4亿人不是4千万 然后非农就业人数给50万 再来失业率简直是恐怖到一个不行 失业率它只有3.4个百分点 失业率很低 你去看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国家 谁每100个人失业的人数3.4 这已经强悍到一个不行 可是那位一定会讲说 第一个为什么台北股市今天跌 最主要就是因为台股市贴着标普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谨慎去观察 加上我们之前讲过 你可以从领先指标 从统计比对来看 领先指标我们很快速 看一下Mix恐慌指数 Mix恐慌指数我们在上周特别提到 因为它转正 它转为强 为什么 举例各位请看最大交流量是1月25号 1月25号因为守不住20.95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破底 对 破底的过程纵使 纵使在1月27这里有个上涨 对不对 你根本不用理它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量 它没有量 任何反弹就是会破底 所以整体上 因为Mix在上周是一个非常标准 是一个破底 所以国际股市它就只会往上走 不会做整理 可是接下来最主要是进入2月份 2月1号跟2月2号因为连续两天 这里有爆量 还好这个量没有大于1月25号 如果大于1月25号就做挂了 就代表它一定会大涨 OK 因为有带量 但是没有突破1月25号的大量区 所以它在告诉你整个波动力指数 在未来包括在本周 它会进入持久到20.95 这个相形区间 所以代表怎么样 这就很简单 它就要告诉你 每股如果急跌 你要站在买方 台股你要准备站在买方 每股如果急涨 因为它是个整理 就是个波动 所以高档要适度要保守 反倒是有急跌 你要站在买进 这不一样了 整个框架跟上周 它出现整个截然不同的格局 接下来再看几个很重要的 来 第一个 我们看原有 油价从去年的高点 每桶130块美金 一路破底到现在还在破底 现在已经跌到不到 现在达到72了 我们的看法 重时反弹它还是会破底 所以整个油价是持续下修的 再来我们再看美元指数 没有任何上涨的力道 因为第一个最大交易量在这里 完全散不回去 我们之前讲这个多头是怎么样 高点越来越高 低点越来越高 接下来我们从这个过程去提到 高点就越来越低 低点也越来越低 这个框架没有改变 我们的看法 纵使美元出现反弹 它还是要破的 不管是美元指数或原油价格 都是往这个破底的格局来走 代表说通膨的压力减轻 资金从美国流到其他的新兴市场 跟资本国家去 台股来看 既然环境长远来看的方向那么好 为什么台股今天就有点点涨不太多 我们讲过在比对的过程里面 不能做单一比对 为了不做 不要过度的所谓的失之偏颇 你一定要交叉比对 所谓的交叉比对 我举例各位请看 先看左侧 左侧你会看到说 不对 近期最强的是费办是纳斯达克 对不对 不是 它为什么最强 因为苹果大涨吗 因为电子股非常好 不是 跟这都没关系 为什么各位请看 我们把去年台股的最低点 是发生在去年的年底 12月29号 当时加权指数是来到13981 然后从13981到上周五 是来到15617 那今天是跌了1.3个百分点 你如果去看费办跟纳斯达克 就错了 你认为他还要补涨 对 好 看右侧 刚刚是最低点 那接下来你要看最高点 最高点是发生在18619 是什么时候呢 18619是1月5号 是2022年的1月5号 是不是最高 是 刚刚我们是不是拿低点做比对 你拿高点做比对就很明显 来 各位请看 你把加权抓出来 然后跟加权最接近的是谁 标普 就标普 所以为什么台股今天没有涨 不是台股整个格局转弱 而是它的联动标地 最主要它就是贴着标普 所以标普是绿色的 红色的是加权 所以你接下来比方说 今晚标普如果出现反转 那台股明天肯定就涨了 所以整体上你把联动准则抓出来 你自然而然你在判定台股的过程 你就会心平气和 那整体上你的评价的能力 就会大五度提升 好 怎么样找到好的股价 这个评价相对市场乐观的来做介入呢 我们看一下一档个股是鸿海 我们鸿海在开工以来都没有聊过它 因为它都没涨嘛 也没量 它是不动嘛 对 可是它终于动了 因为它在周末的时候公布了圆月营收 结果没想到圆月营收 居然出现了月增 大家吓一跳 一月份的工作天数很少天 还可以出现月增 那郑州厂会复生产出货提升了 所以3月15号的法说会 可能刘朗威董事长会提出 淡季不淡的一个讯息 那但鸿海除了做这个手机 智能电脑之外 还有电动车 3月份要到美国亲自抢单 还要跟通用强强合作 而且找来一个官润 担任电动车的策略帐 助攻拓展日系车厂的版图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今年大砍了16.7万张的鸿海 有没有机会等到它来回补 这是鸿海可能不能够涨的关键吗 整理上我认为真的蛮有意思的 各位请看 我们小朋友很认真 他告诉我们 第一个鸿海的圆月营收 了不起 月增4.9 这枪很厉害 就是说你一月份跟去年的 12月做比对还可以成长 主要是因为郑州厂会复生产 来到这里 这都不太厉害 你说什么最厉害 高盛最厉害 你说高盛怎么厉害 你往前推三个礼拜 好 我们就往前看三周 不是现在 好 来 各位请看 这来高盛 这是高盛 这是大摩 大摩 好 来 这个 这是三星期前 这不是现在 这是三星期前的事情 大摩就来说 人红海 这联盟的营收 郑州厂 这个工程已经开始了 会回到正常 他说三星期前大摩 我已经提前告诉你了 就是说你不用担心红海 这里我们直接乐观的 往上做期待 因为它复工了 好 再看右侧 不管是大摩或者是高盛 分别在三个礼拜前 都给它正向的评价 并且给它满进 对 问题是 不管这些外资 如何的乐观 问题是红海就都不耳朵 你知道吗 两三个礼拜之前 到现在都没什么动 那接下来到底要不要动 好 那我们就来看 来看 各位请看 我们就特别不要只看两家 这是大摩一家 加上高盛我们就跟两家 我们只要统计一个十九家 我们去统计全球目前 所有的国内国外的投资机构 针对2317的鸿海 有出去评价的 它到底是怎么看 大家的看法 我们讲平均值 平均值就是在10块3毛3 去年 10块3毛3 最好的去年看到11块2毛7 最差的认为是9块6 但是过去就没重要 我们看右侧 看了右侧之后 我们来看今年大家怎么看到 平均值会落在11块2毛7 那就简单 所以也就是说在未来这一年 你就已经可以 非常的精准估出 我当时来去买红海 红海来到什么价格 我要适度踩个刹车 你大致上现在就算得出来了 那各位请问我说 那到底该怎么算 我们就一起来算 好 来 各位请看 先看左侧 先看左侧 我们就算它算11块 记得 11块2毛7 我们就照平均值来算 如果给它12.3倍本益比 跟8.8倍本益比 这一条线叫8.8 这一条线叫12.3 那各位一定问我说 那你凭什么说12.3跟8.8 因为我们去看过去 从去年的7月份到目前为止 在外资圈里面 整体上针对台股 评估得非常的 不要说精准 最起码跟市场的波动 不会差太多的是大膜 所以这大膜的评价 第一个上面这一条在12.3 这个在8.8 那就算了 来 预估平均每股益是12块3 股价益 不就等于本益比吗 所以高点 你千万不要看到什么15倍16倍 你就失去理智你知道吗 没那15倍 红海撩不起就是12点 12.3倍 OK 第一点就是8.8 那一算不就出来了吗 好 100块以下 就99.2 就100块以下 这里就大买点了 那相对的可预期的 8.8倍算算是99.2 99.2 所以你不要指望液落到80了 这就99.2 往上看 现在138 好 整个区间出来 这样大问题来了 这个永远都不会动的红海 我知道区间有什么用 对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叮咚 好 来 一看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动了 来 各位请看 我们看右侧 好 这是什么呢 这是外资的整体红海的磁骨变动 也就是说 各位我们看这一段 这一段 好 这是从2021年 现在是23了 从21年的Q2 就第二季开始 它就一直买 它的持有红海的磁骨比重 是不是往下挡 那请问你 你叫红海怎么涨 涨不起了 所以很简单的 也就是说 现阶段从今天开始到 就看一个礼拜就够了 好 你就看到礼拜五 奇怪的 红海外资开始出现买进了 如果有的话 那我直接告诉你 那也不用猜了 那笃定 第一 接下来红海就要开始发动了 所以老孝老师说 你这个本益笔算出来 你都算好了 对 有一个这个就准备 可是还是要看外资的动向 因为外资后一年二月就一直卖 它不买 它就绝对动不了 是 出报告之外 你要看实际动作 所以我们很快速看 但是从技术分析里面 各位请看 我们特别去统计什么 统计一月营收 月增跟年增的 什么叫月增 就刚刚明君讲的 你能够比12月好的 那叫百中选一 你知道吗 已经强到一个不行了 所以第一个 我们帮大家整理 分别红海 滑溪 茂连 这些都是 加上我们预计 2月10号 大膜要调整权重 所以有些个股如果 比较弱的会被剔除 那个还会跌 相对的中型的 还是小型的 它会提升 那个就是标股 那个接下来会被纳入成分股的 那就是本周跟未来一周的大标股 所以各位请看 来 第一个 你把最大量抓出来 没有过最大量的就不宜理会它 纵使举例像华欣 像华欣 虽然它只有4分对不对 但是它已经过了11月15号的最大量区 像这一种 等待 MACD的短线 50分只要转正 都会接下来会走得非常强悍 好 这张表格相关的一个操作 同学们如果节目当中有限来不及看的话 我们都可以跟老肖老师 加LINE当朋友请教一下 等一下相关的讯息 会再提供给同学们做一个参考 怎么样跟老师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是老师想要今天教大家的 一个新的功课 这个是非常重要 重要到一个无以伦比的地步 你说为什么 因为各位你在面对台北股市 每天的一个变换过程里面 你只能看到这个强势股你知道吗 你就把它抹下去你知道吗 不买没事 每次你一买它就跌 你没有买的它就涨停 一天到晚发生这种事 这也不是个办法 现在已经进入2023年了 对不对 那你接下来今年要立定一个志向 什么志向 我接下来买的股票就是要去 外境不能往下调 有这么好事 对 所以一定要看你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有三个名称 不是我要找大家麻烦 因为它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定调 你可以叫它叫 一 叫支撑压力表 二 一般的券商都叫分价表 或者是在过去我们称之为 交易量堆叠 这三个名称都一样 记住它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叫做一定时间 一定的时间 一星 十天 一九月 拖断以来的最低点 或者是最高点之下一定时间 第二个 每一个交易价格 价格 每一个价格比方说100块 100块三毛 每一个价格 一定时间每一个价格 累计交易量 就这样子而已 这样就天下无敌了 好 大家记得喔 对不对 好 怎么样天下无敌呢 举例我们先看美食 好 美食今天 我们抓两档今天的强势格 对 因为很 应该大家都会去提到 因为女孩子掌停版 对啊 女孩子没有掌停 也没有人要讲它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美食 美食今天台 它是不是开高 是不是掌停 另外拍拍手 拍拍手 对不对 好 来 看右侧 为什么今天美食会掌停呢 好 第一个你看 它的主要堆叠是不是在这里 对 大概两百 三百两百 就卡在这里 对 它卡在这里 不动嘛 然后是不是今天正式突破 这个集结区的上缘 对 就扭去就掌停了 你说真的吗 好 我们再看下一档 好 因为上面没什么人 好 一樣喔 借也很强喔 对啊 公务员越营收很好 对不对 哇 了不起对不对 开盘 蹦打进去 然后瞬间又跌回来 就不到一个钟头 你刚才满怀信心的买下 就开始即使你知道吗 不然到一点前有了 现在是发生什么事 蹦又跌回来 为什么插出人家美食掌停 你为什么不涨停呢 好 看右侧 当然不会涨停 他为什么会涨停 来 各位你用眼镜看 大家是不是没有让它涨停 重重关卡 对 它是不是全部套在这里 你就把它统计出来 我们讲过 第一个一定时间 就这一段期间 要一定时间 第二个是什么 交易价格 价格 这里是46 45 44 43 42 是不是一堆人买在这里 又买又卖 人家美食是在这个点 那当然就涨停 了解 那你今天来 是不是要来挑战这个区块 你要挑战这个区块 你要它就出现 直接突破 那个难度很高 是 在正常的情况 它来到这个主要的 一个套牢区 会这样整理 整理过后 如果有能力站上集结区 那就真的来真的了 好 提醒各位同学们 今天包含了 老肖老师除了教这个分价表 或是集结噴出的概念之外 也有很多的个股 对 鎖定的跟大家来做一些快速的 好 举例 比方说鸿海对不对 我们看到它月营收 创新 比12月营收大幅度成长 加上市场预期AirPods的部分 它的新组装船会成型 加上我们认为 MicroLED 富彩联养 那为什么要 对 为什么要挑这种股票呢 好 我们看下一档就知道 好 因为这些都是集结噴出的 对 好 我们举例 你先看联雅 是 你可以上网到券商的网 借券商的网站 都有提供 你一看就知道 现在股价在这里 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来 代表说 过去这一段期间在这里 从102块 一直到126 对 在这里好多人又买又卖 他是不是跟你统计交易量 是 好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段过程里面 你是卖的人 现在价格在这里 请问你是卖对还是卖错 卖错 你当然是卖错 那买的人是对的 如果现在价格在这里 那当然卖的是对的 卖的是错的 所以这种叫做什么 噴出 好 这种代表它在告诉你 你就卖台北国旗走運 这种就马上要发动 好 这个叫联雅 OK 看下一档 副产也是一样 这主要集结是不是在这里 对 站上了 股价是不是在这个集结点之上 代表说像这种类股 随时都有发动信一波攻击的能力 好 刚才这个分架集结表 从美食跟华服观察 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今天这两档个股 我早盘都有力多 一起往上冲 就一个开心收掌庭 一个去黯然地留上影线 从这个教学方法就可以知道 这个个股的一些走向的逻辑 那同学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老肖老师 这个画面上面的 下方的大头娃娃的QR Code 用手机扫一下 包含了打进iPad Pro 供应链的副彩 跟相关光通讯的联雅 看到现在的股价 都来到集结区的上源了 如果说你对操作这些个股 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都可以跟老师加个朋友 加个LINE 刚才包含了 圆月份营收 年增月增的表格 有一些强势个股的操作方法 也在LINE的里面 老师有空的时候 会跟同学们 来分享跟讨论 关了一下 看看IC设计族群 联发科法说会之后 说今年的获利状况 会比去年退步 但大哥稳均心 IC设计的无机之谈 可以谈到哪里去呢 有三大的操作要诀 韦群老师告诉你 休息一下 瑟丁武器股师同学会 欢迎回到武器股师同学会 今天呢 韦群老师回归节目当中 来聊两个族群 IC设计 还有生技股 以及车用 我们看一下IC设计 上个礼拜五 大家要关注 两家公司法术会 创意跟联发科 股价 也可以说是两样琴吗 应该可以这么解读 联发科说 库存严峻 法人认为 联发科EPS 大概是50块钱 那去年公布的EPS是74.59元 但今年一定会往下来修正 不过呢 執行长蔡列行说 乐观中国解封 Q1就是今年营运的第一点 罕见并没有提供 2023年全年展望 可是法人估了50几块 就比去年退步很多嘛 另外一看来看到是这个 创意 创意也是上周五公布了这个 法术会的内容 它的营收要年增2成 但是股价今天却大跌 老师联发跟创意 同样都是IC设计族群 一个展望不好下修 一个展望很好是上调 可是股价表现 联发科我觉得今天还算抗跌 因为大盘不好嘛 但是创意的股价 却是大幅度的拉回 这一块请问老师 另外一个是生技股的部分 美食今天涨停创下的新高 说它吸收UNISICV 开发肾脏用药 也获得韩国独家授权 跟开发协议 今天不知美食涨停 有宝瑞也大涨 这些生技股的1月营收 如果说不是有看到法人 在提前押保的心态呢 这几个族群来请教老师 好的我想IC设计 其实三四个月之前我们说 碰到利空不要砍 对不对 其实大部分都大幅的反弹 涨了一段 甚至那时候2458的益龙店 有没有 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明君那时候 在这一天 75块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中 我们说过 说他单子都不要 对 那时候他把 违约 他把长约都砍光了之后 而且爆出了大量 我那时候说是好事情 你看到其实益龙店75块 75块 谈到这波的糕点109块 甚至你看到其实 离年线还有一点距离 说实在的 这边的反弹 我都认为没有结束 但是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今年来说 应该可能就是一个 Nike的复苏了 你看到宏基的施政隆 他说应该是缓 緩步的复苏 所以指数也会震荡 个股也会震荡 甚至你看联发科 其实说真的 库存的天数 对不对 都比较高了 因为大户手机也卖不好 对 还有手机 连苹果可能都要降价 对 甚至你说真的 罕见的蔡立行 没有那么乐观 对 很少说不给展望 对 他以前不会这样 其实蔡立行 跟吴敏球都一样 都很乐观的人 对 罕见的他不乐观 那当然也代表说 现实还是有些挑战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讲说 去年你赚很多的 但是今年不一定 你不要看去年的EPS 其实我们都一直 做股票都一直看未来 你看像那个3189的景硕 有沒有 今天ABF压力不大 对 你看ABF每个本益比 都低于10倍 对 但是为什么一跌小利空 就跌成这样 而且反弹都不涨 为什么 因为ABF载板终于不缺了 前几天的新闻 有一个这样的新闻说 ABF载板终于不缺了 前几天每天都说缺 是 股价涨到天上去 所以我们时事求是 它毛利率还是往下 对 如果说真的 你看到这些IC设计 因为各种不同的产业 对 筹码也不同 譬如说我们把现实 因为前阵子告诉各位 利空不要杀地 很多反弹五成 甚至超过一倍 那现实你要看什么 有营收 对不对 因为开始一二月的营收 接下来都要公布 对不对 接下来三月要公布二月 如果说营收好的 股价位阶低的 当然你可以持股虚报 但是如果说营收不好 你就要看 有没有利空不跌的现象 如果说利空不跌 当然代表说筹码面它有优势 甚至未来它这个产业的前景 有新的应用 还可以持续看好 建制两党很代表 连发生跟创意 对 等一下我们来讲 对 那再来筹码面 我们就要看 是 到时候现实的反弹 是谁在做的 譬如说你看到前 上个礼拜 在MOSBI 是德威掌过 对 德威 掌过8261副顶 对 德威就有公布一月份营收 结果没有外界想要这么两眼 呈现衰退 对 那为什么德威会那么凶 因为是投信在做 筹码 两个赚差不多钱 对 所以有时候你短线上 你只要看筹码 到底谁在做的 甚至有些隔日充 好 那当然最重要的 如果说有爆量 或者爆量下沙 代表说强反弹的人 低当买的人 已经走了 卖掉了 大家都要跑了 好 你一定要做个调节 好 那我们从现行来观察 好 首先43443 创意 对 我想创意来说 我们也是提过很多次 对 因为上周大早的时候 大家想说 该不会挨屁股整挂又要来了 就今天这样 因为毕竟来说 它产业趋势一定是往上 因为台积电高阶制程 甚至高阶的封测 我想400块的时候 我们都有提醒各位 那时候真的是很好的买点 老师这里也提醒过 对 这次 这边也提醒都可以买 这次其实涨到871了 大家想其实涨了一倍多了 现实的一个 怎么讲你说景气有好到这样 还没 所以上周大早 其实反应礼拜五的法说了 老师认为已经提前反应了 是有点嘎空 你看到其实最近的卷支笔 是在下降 难怪 我说提到你要 其实最近很多 如果卷支笔继续向上 今天就不会这样 对 你看宏达店 今天就拉起来 对 空单 空单没有跑 空单不认输 就主力就拉起来 如果说空单认输的股票 又创新高的股票 各位同学你就要小心了 所以创意最近 最近可能要休息了 就是不要再去说 跟人家去躺这种浑水 因为毕竟是400块 涨到87 但老师如果他说 他今年已经说还可以 年增两成的话 他拉回到哪里 是不是有可以再介入空间 不可能再回到400 绝对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拉回 如果说正好 最好一点来到季县附近 我觉得是漂亮 季县 如果说能到季县 你看到 其实投信这次也很聪明 他已经不最高了 他上面都在偷卖了 其实上礼拜我他也偷卖了 所以其实你看筹码就很清楚 甚至技术面来说 我们常教各位的 低檔背离 股价如果说有利空 MACD如果说有背离是买点 但是你看股价创高 MACD没创高 MACD没创高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你看到 有点这样的迹象 懂 没创高是不是要卖 所以很多种迹象 不管从产业面 筹码面 你就要去判断 就你一个一个检视一下 就把它叫出来看一下 是 那再来联发科当然 他这波反弹没有很大 533到805 其实还好啦 大概六成吧 大概六成 那时候 提醒各位不要卖 但是 这边的压力就蛮大的 其实三四个月前 我们就提到 这个缺口的压力就蛮大 现在是还没到 但是又到年限 所以这边就是 怎么讲 就看外 有点尴尬 对 明君也讲说 真的还是有点尴尬 那比较好一点是什么 它的建支比有慢慢提升 27% 所以你说联发科结束了没有 我是认为也没有 因为 没有涨很多 对 它没有涨很多 那建支比筹码面有优势 那看就看说短线上 如果说这个季线上来 对不对 这个均线有个支撑 反而下来你是可以买 但是上去的压力 好 上去空间就比较少 对 所以为什么最近提到说 像台积电也是一样 台积电已经谈那么多了 对 我想2330台积电 过年前很多同学在问 这边可不可以买 我说你买得比巴菲特便宜 你就不要问你就去买就对了 对不对 那时候大概460 470吧 你过年后转到570 一张赚7万块 10张赚70万 你都可以随便卖 但是这时候空间就少 好 但是相对台积电的相关的概念股 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加我的Light 好 老师 海间概念股做蛮多的研究 同学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韦群老师交个朋友 在Light里面的很多的丰富的产业资讯 跟个股传门面的观察 在Light里面 你都可以跟韦群老师来询问 那我们来看一下电动车 电动车其实也是 开红盘以来 非常强势的一个标的 但主要是因为受惠 马斯克 没有在那边乱卖特斯拉的股票 特斯拉在我们封关期间 涨了七八十趴 那老师刚才讲到 上周最强的是 3675的德韦 德韦一个礼拜涨了三十几趴 可是公不远远营收 却我们没有想像中的创下新高 反正是呈现小衰退的 但是相关的族群 如果说赚得差不多 涨幅没那么大 有没有机会落后补涨 好的 我想当然电动车绝对是 这几年的险穴 而且股价在相对低大 那当然碳化系 当然我们一直强调第三代办 老体可以注意 甚至你看到嘛 对不对 今天的鸿海 我想我们也提醒各位 真的很便宜 你买一些也不会错 它有点类似像 370块的台积电 那真的最近 刚才老夏老师有提到 看外资态度 下面看一下外资 下面放外资 其实据我所知 最近在外资 在卖外资的 在卖鸿海的外资 是主权基金 我得到的资讯是这样 那当然他们可能认为说 因为利讯抢单 对不 真的啊 你看把鸿海卖的也是 好多 管他妈妈嫁给谁 他都不要 再便宜 直立率再高都不要 但是如果说以技术面 上礼拜有个大量 甚至你看这边有一个 十字线 低档十字线 这周线 对 这周线很漂亮 如果MACD再向上 这绝对是一个 往上攻击的讯号 好 周线出现低档的十字变满线 那当然你说 宏家军 对 鸿海慢一点 那当然你说宏家军 副顶 过年前大概在这边 对不对 我们也提醒各位可以注意 那他也涨上来了 那你说第三代半导体 反而副顶 宏家军里面 他绝对有很大的出海口 那你那时候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像童星殿 陈泰明那时候 私募的时候一百多块 现在涨到两三百块 是 那副顶呢 有没有机会 甚至中美金集团 私募蓬城 蓬城 那时候也是一百多块 后来涨到三百多块 所以 以同样的获利 副顶绝对有机会 前面两个公司 这个 母鸡蛋小基金 演出过 剩立方程式 去看宏家军 恐怕还可不可以 带副顶一起向上 是 好 广宇 就像说宏家军 今天广宇是滿凶的 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长线来看 广宇今天算滿稳的 对 因为它又有电池 又有电子的限速 那其实股价不贵 那为什么我们在 我们LINEAT也 各位同学报到要广宇 因为它真的是有获利 老师 这个下降器型 是什么意思 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形态里面 如果说一个形态学 它是一个下降器型 掌面段下降器型 那如果上去 如果它占上 对 如果再上去的话 它有可能就是 一对一的一波 它是很凶的 对 那你以周线来看 其实它是非常的漂亮 那日线来说 2328的广宇 今天也创得近期新高 那只要41块7过去了 有可能海阔天空 好 那另外要花点时间 聊一聊生技股 今天生技股 这个 其实上个礼拜 我们看到比较强势 是何康生 对 何康生公道的亮灯掌停板 那今天比较厉害的是这个 美食 美食呢 大家预估它 圆圆营收也不错 那它也说有一个 新药的利多题材 还有今天股价公道掌停板 那今天早盘 宝瑞也蛮强的 一度大涨8% 后来尾盘有一点点 预证乏力 开高走逼 所以我们看一下 生技股的转强 你怎么观察 现在是不是大家在卡位 1月份的营收 好的 我相信 CDMO跟学名药 是比较好抓的 所以你看到179 美食今天创新高 6472的宝瑞 应该也是不错的 其实 对 因为学名药 要证 4743 对 重等要证的 但爆发力大 对 前几天就是拿到 新加坡要证 很难 就涨上来 那当然还有个 6541的泰府 今天亮灯涨停 对 因为6541就是 跌很深的 CDMO裡面它跌最凶 股价最低 今天亮灯涨停 甚至4164的一个 乘月1 那时候我们想 都三四十块跟各位报告 我想很多同学都 跟我lite说 感谢老师 现在涨到56块 是 所以每家公司做不同 但是你要去看它的位阶 所以CDMO题材 可能短线上面卡位 音乐营收是有机会的 对 不对 不过新药方面的爆发力 比较大 提醒同学们 相关不管是生技股的操作 或者是ICC族群 或是车用第三代半导体 碳化性的应用 哪一些黑马骨有机会的 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韋群老师的大头娃娃 下方的QR Code 用手机扫一下 可以跟韋群老师 加个朋友加个LINE 老师有早上的时候 会把一些产业的动态 跟个股的观察 在LINE 跟同学们做分享 同学 你的持股有问题的 也可以跟老师 来互动 还有请教 关来聊一下 继续看看台积电 美国的退休基金 他们公布了上一季的 这个基金的 增值跟减值的状况 结果没想到 他们减值护国神山 那今天台积电 受到美股拉回 回测五日线了 但是这个开工以来的 缺口并没有补 短线只是小小的整理吗 向上再挑战 还有没有机会呢 请问邓老师了 我要回来说定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全值股的表现 一个是台积电 一个是鸿海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台积电 美国的第三大退休基金 上一季减码台积电 加上美股当中 因为数据太好 稍微做一点压回 早知台积电 今天秀比较弱 盘中见到五二八破了五日线 那上个礼拜小资组抢进 还加码了千万股的零股 那今天的拉回 有没有办法继续的来接股票呢 另外一块是看到鸿海 鸿海一月份的营收 逆势创下的年增 那其实不只鸿海 好多个股在一月份的营收 都创下年增 包含了鸿海 华兴 茂莲 仲奇 华福 明泰 那当中仲奇跟明泰 是处于网通族群 所以代表说网通族群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差吗 早就已经开始回补库存了 积极出货吧 那老师我们想问一下 两个问题 一个是鸿海 一个是台积电 那先从台积电来看 今天的拉回可是并没有 就是去补开工鸿海 那个大缺口 所以今天的拉回 依然是小资族们 可以做一个分批布局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 持股成本 做降低的一个好时机 我觉得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空手的 其实要拉回来 站在买方是对的 各位看清楚 他现在公布的叫做 第四季他解码台积电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线型 好 请问第四季他讲的是在哪里 就是这里 对不对 第四季 这里解码对还错 错 你看线型你是错的 谁是对的 巴菲特是对的 对不对 他从第三季开始加码 你看我这个所谓的美国 No.3的退休金 它是减持了42万 我是买了6000万 这个比例差很多 是耶 差太多了 所以你看我在上个礼拜说 股神巴菲特的缺口 不容易来了 你知道吗 450跟46那个不会来了 因为如果来了 就线型破坏了 你看到这个台积电线型 你更清楚了 他就是很清楚 你准在第四季解码 到了1月份 现在2月份 你发觉你是错的 当时来到443 也就是1月3号 新村开放盘第一天 我怎么讲 他来碰到了 季械 可是当时大家嚇各位说 跌破了巴菲特的缺口 450到46跌破了 因为他来443 我说来到这个季械 而当时我还搭配个KD指标 告诉你第一档刚交叉 事后对了吧 啪 涨100块 涨了100块 所以老师告诉你不要追 他会回来碰缺口 老师有说 2分之1来了 同样到底现在又来一次了 而且各位 我们看一条十字线 是很漂亮的 我们把十字线敲出来一下 10MA 10MA在这里 蓝色这一条 很漂亮 这个点是好买点 基本上你如果空手了 10MA附近 有机会看到十字线的话 还可以再加 你要站在买方 站在买方 因为我们当时告诉各位说 他会往哪里走 还记得吧 581 我相信在第一季搞不好就有机会 第一季结束以前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一块告诉你什么 第一个电动车没问题 是 对吧 第二个网通没问题 真的 你没有发觉到 我们在上个礼拜 一直告诉你电动车 告诉你网通 是不是 是 好 那我们告诉你电动车的时候 当时最热门的是谁 是玉龙 是玉龙的 創新高 对 我是告诉各位不要了 因为高空高丸了 我们看221的玉龙 已经连山黑了 而当时在电动车 我们是告诉各位得围 3675的得围 然后在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说不要追了 对 老师说已经 来到之前的压力区了 所以你发觉他公布一月营收 可能就没有如预期中好 可是最重要是什么 我们在这边告诉你 在上个礼拜告诉你 好 不要玩他了 我会给你新的名单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对 我说茂莲呢 他还基期低一点 你就发觉基期还低一点 你发觉他今天还是维持红盘 在大盘跌209点 好 那重点来了 这一块各位看公布营收好 你也不能够每一档都买 就像我们刚才老师要讲的华府 对 6235 我们看6235的华府 为什么不能乱买 今天这个量爆很大 对不对 然后碰到前波的压力区了 所以基本上不要说 这个营收很好就乱追 先看基期 我一直强调基期如果很高 这就是基期高吗 对 纵使有好的营收股价 稍微冲高一下 做股票记住 不要为了只是赌他创新高 还记得吧 我常给同学各个观念 当时告诉各位德威也好 很多股价很低的 像之前的励志也好 事实上涨了一大波 因为当时他基期低 本益比低 可以稳稳地赚他一个波段 达到了三成以上 我就说好可以收手了 稍微就放口袋 今天有更新一些新的名单 各位往下看一下 提醒大家做留意了 表哥来了 我们看一下老师有选出来一些 其实上周不管是德威 或是其他个股 老师去抓到说 他突破颈线之后 就有一个蛮明显的涨幅 其实本周老师也发现到 不少的个股 如果搭配到这个热 比较热的题材的 然后筹码面也转强的 也突破颈线的话 是不是有一些标的 可以给大家注意了呢 是的 好我想各位看 这一根表格 就是我们在上礼拜提到说 裕隆我不再介绍了 德威我不介绍了 省准我不介绍了 这些股票今天都还不错 高点让你卖 但是不要再追了 为什么 因为距离差不多了 极其高了 你发觉新的是这一档 金言 好 新的 网通的是这一档 对 来一起 我把正文拿掉换正基 换正文的子公司 因为它这个基本面更好 股性更活泼 所以把这个我们拿掉的股票 换三档新的股票 好 那我们提醒一下 包含了这个 高速传输 快速传输的金言 然后网通相关主权政绩 列入到新的名单当中 那怎么操作呢 同学们可以用手机拍下来 这张CG之外 也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邓老师的大跑娃娃 下方的QR Code 用手机扫一下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Line 那相关的 表格里面的操作的个股 或是你持股 有什么问题或想法的话 都可以跟邓老师来请教 那记得用手机扫下之后 要跟老师打个招呼 所以老师整理的一些 产业的讯息 或是选股的一些新法 才会主动的跟 在Lighton裡面 跟同学们来做分享 好 老师让我们看一下现行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 整个台积电的缺口 是在504跟521 所以我说 为什么回到十日线 要站在买方 因为十日线是这一条 往上顶在520左右 差不多 明天还会再往上顶 顶到525 接近到525附近 所以我个人看 在525附近 你就要先站在一个买方 空手的 然后迎一个波段目标 如果2月10号 这个所谓台积电公布的营收 如果也是如预期也不错 没有想象中的差 我相信是有机会 好 往我们讲的580亿的目标走 好 金岩 金岩这是新的股票 为什么我会提到这档股票 像德文你也不要追 玉龙很高的不要追 你看 我是不是刚好来景线的位置 他今天好久成都黏在这个价位 对 可是今天是因为大跌 对 如果是他喷出 我就不会建议你追 可是你看 我们都知道说 技术线型 底型出来 突破景线 回撤景线要干嘛 要站在买房 再来你看 十日线跟季线是交叉 是 是吧 所以你就发觉说 那这个底型出来 你看今天就在105 那不是很漂亮吗 这个是我们常常告诉同学们 你要买黑 不要去追涨 你知道先把标的抓出来 抓出来这些标的之后 利用跌的时候后买 你就发觉在封关前 是不是很多股票是拉回 我都告诉过要买要买 不要担心什么封关 美股虽然有8天交易 我们没有交易 我们封关总共12天没有交易 可是你是有看到什么答案 农历年后啪 喷出了 你已经来不及买了 反过来现在拉回来你不买 等到它涨的时候 你又害怕追了 那为什么要买 很简单 就像当时我告诉你得为 一样的道理 还没突破景线的时候 我告诉你得为 突破景线之后走1比1 到了就给他 就获利出清 反过来 我现在就在景线附近 你稍微剪一下 我这块距离有多少 有26块 我这块距离有26块 1比1往上 而且它离连线 还没到 你看现在大盘是站稳连线 虽然是跌 还是站上连线 所以它未来就是往这个方向走 你就可以如预期复制 得回起散模式 我们看到指标在高档动画 是漂亮的 MA CD穿过零轴是漂亮的 卷支比往上拉 所以在后市可期 可以留意 好 墙帽 这个墙帽 我们从上礼拜就提到了 从62到现在 它还是维持 为什么 因为它景线就在这里 好 景线还是利手的 所以拉回来 还是一样站在买方 拉回再买方 强帽 新唐 新唐也是上礼拜跟各位报告的 它这个景线也突破了 所以回来都是先站在买方 而且你看指标 就是在高档动画 很强 已经来到95了 对 再来这个地方 也是交叉 卷支比 已经到27.43 这个有慢慢在做軋空的 而且这些股票都不能够乱空 好 茂莲 我们刚才有提到了 就是先看年线 或许它会比较顿化一点 比较慢 当然你也说 我可不可以说茂莲有赚 卖掉 然后去买什么 去买金盐 或者是去买 我们刚才讲的正机 光节都可以 因为赚钱是要比速度 但是电动车的茂莲 告诉你看 今天那是抗跌的 好 再来这新的名单 莱杰 莱杰 它景线在这里 126 今天是跌 所以你更要注意 为什么 就是突破景线再回撤 对 突破景线回撤 不就是让你去买的吗 好 你看这个均线是全部纠结交叉 往上 所以明天这些均线还会往上走 这个都还会往上走 而且老师你看它捐资比 对 开始了 因为这些股票 它就是告诉你说 我如果这一段距离 你各位去算 好 对不对 40几块 再往加40几块 这不就是你要的波段目标吗 这个就是复制像得为起掌前的 这个模式是一样的 好 再买一条网通中壘 好 那中壘你看 所有均线 今天回来测一下年线 均线就在这里很漂亮 基本面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说网通这一块 你去注意这些 对 反而会比较好的 有一些公司陆续公布营收 好 那讲到正基 正文子公司 正文的子公司 因为它颈线就在这个地方 对 而且它位置好低 好低 那有没有发觉到 很棒 它为什么今天还可以长 因为颈线就在这里而已 颈线就在 86左右 85上下 那你看 这一段距离是你看得到的 对不对 然后你看 MACD才刚过 才刚过零轴 然后基本面 来看一下 我前三期赚7.57 本益比很多 那我一整年可以赚多少 你给它10块好了 好 9块到10块 股价80来 80几块也不是很便宜 是完全符合我们家 低基齐低本益比 对 好 再来就是我们讲的深茂 跟所谓的万泰科 这些股票都是大涨小微 都是以年线为一个目标 就抓年线当做目标 至少在那边再说 拉回来就要付出 对 这些都是涨的时候有量 拉回来就说得很快